在今天节目里呢 也和苏老师聊到了咱们的火箭队啊 那本赛季呢 火箭一路是有点磕磕绊绊 但是呢 作为球队的替补工位 咱们的Jeremy Lin 林书豪 却是一如既往的努力 丝毫呢 没有懈怠 今年的2月2日 火箭和骑士的比赛当中啊 林书豪呢 只用了29分钟 就拿到了职业生涯的第一个三双 那他呢 也用实际行动 像是人们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本期的声色调查组呢 我们将带您走进休斯顿丰田中心 一起来看一下我们林书豪三双的幕后故事 北京时间2月1日 丰田中心 休斯顿火箭队像往常一样 在比赛前一天做了系统的常规训练 而休斯顿当地的媒体 则在训练场外焦急地等待着 林书豪无疑是对那去年最为刻苦的求援之一 每次训练都是一丝不保护害如意 也许就是这样的努力 成就了如今的林书豪 在集中训练之后 林书豪又像往常一样独自家练起来 林书豪 当你做什么好,它将来回来 没有球队的球运动 每次的球运动都会回来 但我认为我们可能会比较太多 我们可能会比较好比较比较的球运动 然后可能会比较好比较的球运动 那是真的,那是每个人的球运动 北京时间2月2日 休斯敦 天气 阴 沉闷的天气 似乎正酝酿着一场痛快淋漓的大雨 而与此同时 今天也是农历大年初三 火箭主场在丰田中心迎战骑士 本场比赛也编别官方安排为马年赫新春的焦点战役 今天的丰田中心 赛场内外都充满了火红的中国元素 无不洋溢着过年的喜庆 作为姚明曾经的组队 休斯敦火箭队在中国人的心中 更有一种剪不断的情怀 敲锣打鼓 武士弄影 对于外国友人来说 这确实是一种不一样的经验 今天的丰田中心来了很多亚洲面孔 而他们大多都是为黎叔豪而来 作为后阳明时代的中国情节 黎叔豪的到来是火箭组经理莫雷的又一大手臂 虽然黎叔豪在队中作为第六人出场 但他的出场却是火箭关注度的一大保证 当然 今天的黎叔豪也没有让人失望 完美的表现为球迷们准备了一份新年贺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10分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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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分岁 10分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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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来 第一次 写的 写粹 写半岁 写石 好 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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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克萝卜 他帮他帮他拍了 一会儿 他们让他拍了 队队弧的 帮他说不敢 中凡 他对他来说 好 好 好 来 比较后果 It's Jeremy Lin His first career triple-double Triple-Double in your career and boys that the crowd that was into it. They wanted you to get it Uh yeah, actually I didn't really even know until everyone started talking about it Um, I'm just thankful to God man. Uh, that's definitely a blessing from him is by his grace that I'm hearing able to play this game For my job and able to have a triple-double